还记得那座桥 而是故乡的味道 哎呀 哎呀 来了 哇 这个呀 这个都得是属于小时候 压醉的时候 我都卡住这样的事的 就是藏的大米棒的 爆花 八九两 坐给点儿 你给你钱 啊 行 收盐轮地儿呢 这个你是买对的 这大米我都是最好的大米知道 这位事务是我专门从海外去 我的意大利去我的事务 来说这个报名话 这个三轮从意大利起到了中国 我 五关钱呗 一门就送一门 你送一门 这个呀 这个我满 我满一点 这个有油的 你看看 这个给你一袋 给我一袋 留卖钱 哎呀 给你一袋 给我给卖钱 哎呀 来吧 你这只整吧 来 我给你 我给你系上啊 你这 行不行 我给你掰折 系上行不行啊 还行吗 还能咬成 行了 别摆了 没事 没事 谢他 帮大棒子可以自己带大米 便宜了 便宜了 兄弟们咱就说实话 把这个东西能够没勾计你们小时候的回忆就完了 你不是学生的 勾计你小时候的回忆了吗 你小时候也吃这个吗 你小时候不是吃树皮吗 你那种 没吃药树 你没吃药树 还吃啥 吃着呢 没吃药树 还说话 啊 大棒子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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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搞大米饭呢 那主人 那主人那种鸭鸭 那主人那种鸭鸭 就跟农村人是不是多 嗯 你想不想传着那个树皮 就知道一下 那个小时候那种 没吃到过那种树皮 那种感觉 那啥呢 这不游得你试试吧 来来来来 喝点树皮 你看 哈哈哈哈 刚大棒子呢 啊 啊 宅存老少娘们吧 啊 公大棒子呢 可以自己再大米 啊